因應暑假到來 高雄市府為了加強保護兒哨安全 在6月30號晚間啟動青春專案 聯合警方 消防等九個單位 率先在新興區進行查棄 針對大型KTV舞廳擴大掃盪不法情勢 並對特定的零檢場所周圍 直施必鎖視路檢 過程中警方卻意外在七嫌二路 和南台路口抓到一名詐欺通緝犯 那個被傳過要去做筆錄 沒有啊 都沒有做過筆錄 應該是有傳票給你 你可能沒住在你的戶籍地 你沒收到你也不知道去 所以替檢那邊 所以我這樣被通緝了是嗎 我們確認一下 通緝犯面對警方領檢嚇到一臉茫然 不知道自己被通緝 現場將人依法逮捕 帶回警局偵辦 這回青春專案 共動員626名警力 兩隻企毒警犬 要在暑假期間加強領檢青少年 異聚集異知識的場所 同時宣導業者提供青少年 安全的活動環境